今天是9月19號 法稅改革及平反1219的行動志工們 在車水馬龍的公園北路及北門路 持續揭宣舉牌 拉開大型布條及發送傳單外 志工們也在路口施行街頭開獎 主獎者從小學生到上班族 甚至家庭主婦都有 我們來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站出來 在街頭上跟大家做一些宣導 因為我們國家的法稅體制 出了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人生驚就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要生驚什麼 買到大陸子的口罩 還有耶 經常吃到米國地 都對身體不好耶 但是還有一件路平坡的事情 就是假的稅當 讓你的三不如死這樣子齁 我今年十歲 經常跟著爸媽一起上街頭 拉布條 舉牌子 我是為了我自己的未來 站在這裡 為了告訴大家 台灣的法稅 才是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爸媽教我 應該繳的稅就要繳 不應該繳得稅 一毛都不能繳 並能讓這些公安員養成 從人民口袋 為大拿錢的壞習慣 這個太監問的案件 現在我們已經 天安的三神判無罪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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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二官及國家暴力 志工們絕不妥協 堅信台灣的賦稅人權 一定有光明的那一天 詳細內容可上網 ACT 1219.ORG了解